还有一位叫黑色夹子的网友 他说我就喜欢吃辣的 基本上是无辣不欢 每天都选在川菜馆解决 那我三餐中是需要吃些什么 跟辣椒中和呢 如果说你非要吃辣的话 那么最好的状态是 一个星期吃两次就可以了 像他这种特别好辣的人 真的一天一顿就可以中止了 不能再多了 那您也说到 如果是一个星期吃两次 是不是说晚饭最好 尽量不要去吃很辣的东西 晚饭最好是以清淡为主的 特别爱吃辣椒的人 如果你总吃总吃 像我们北方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的 不单单可能会造成上火呀 可能肠胃负担呀 可能会长期会导致像便秘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一旦有了便秘的问题 那么随之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找上门来的